Hibi的討教 現在開始 我好像看到了什麼 來自東南亞的朋友 怎麼可以帶秘密武器 怎麼都沒有先說好 有請兩位來自印度的老師 Sam和Manyam 他們是特意從新加坡請過來的 Manyam 天啊 哈囉 Manyam 嗨 嗨 怎麼說 應該跟JJ認識 認識 他為我演唱會盤奏過 我有跟他合作過 也合作過嘛 對 他非常優秀 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 我感覺到他要把那個情敵改成一國風 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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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厲害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 听到她的名字 你是我们共同爱上的浪子 即使我并不真的在乎 与他人一起分享所有 我并不真的害怕 你的爱多顾右盼沉沉挂挂 如果这是我不能拖善的结局 我只要就给我好一点的倾听 至少让我拥有完美的几度 至少让我感觉 有另一人足以匹配我的孤独 我的孤独 我只要求给我好一点的倾听 我只能为我啊 谢谢 我们今天特别谢谢抢声 谢谢我们的 SIMVANNias 谢谢两位老师特别来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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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双方交换舞台 你應該的加油 謝謝 看得出來 他好像是你們當中 最緊張的那個 比較少看到黑碧會有這樣的 而且我們其實還滿期待 他唱一些很不一樣的歌 對 對 黑色柳丁 好 心跳加速 我的第一次 請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 這個印度風 好像覺得小劉同學的跑車 好厲害哦 開到了印度去你知道嗎 性能很好 可以載我們到印度去 享受那個異國風 我覺得這個小小的改變 很不錯 而且感覺到十八歲的少女 也有一點小小的妩媚的感受 來 讓我們歡迎 黑碧 田復貞 今天我心情要一點乖乖 可是說不出來到底為什麼 好想有一些悲傷的掙扎 可是並不知道 頭上有紫色的假酒陽光 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流地 我只有一個藍色的感覺 我只有一個藍色的感覺 這個沒有出息的小丑 不該一直做夢 你不是個英雄 夜子用墜落著迷幻璣 但我昏昏沉沉沒有把她醒 你願意做個英雄 還是你會要放棄 天氣涼得全部滿屋欲 所有焦距被山光盼了死心 你想做什麼英雄 我看你不過是傭兵 我只想哭 只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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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哇 真棒 哇 今天一起床我就逃逃 不管吃了幾瓶藥都沒有容 心情有一身莫名的驕躁 你離我越遠越好 外面的橘色的加重陽光 我卻躲在自己孤獨的黑洞 我只有一個小小要求 就是請你 Leave me alone 很想哭 只想哭 很想哭 她又覺得沒有話好說 她又覺得沒有話好說 我只恨顧自己 找不出這間女人 或許我 是個沒有出息的小丑 不該一直做夢 不該一直做夢 你不是個英雄 天使用墜落著迷幻環境 可我昏昏徹徹沒有辦法行 你願意做個英雄 還是你會要放棄 天使亮的卻不滿無欲 所有焦躁被山崩開了死心 你種做什麼英雄 我看你不愧是永遠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今天我心情有一點爛爛 可是說不出來到底為什麼 好像有一些悲傷的爭辯 可是並不知道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我只想哭 只想哭 我只想哭 只想哭 謝謝老師 天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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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手可以特寫我的手嗎 有 我們先聽聽其他導師們的意見吧 其實剛才這一刻最感動的就是 音樂的可能性在舞台上是有想像力的 我們並不是為了一個結果去努力 而是為了呈現自己認為最棒的一種想像力 其實我也應該替很多的觀眾朋友 感謝這個節目 是因為讓他們很多人 通過剛才那一刻 認識一個真正的天吳神 絕對 因為你是適合唱這樣的歌的 請你以後多唱這樣的歌給我們聽好不好 竟然不知道 非常棒 真的 很酷 我很感謝這個舞台 讓我竟然還可以繼續地挖 開發自己的潛能 今天很棒 謝謝 謝謝 我真的超緊張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Hebe老師唱完之後 我就 我不是在緊張她了 我覺得她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在緊張我的 對 我沒有意見 這一輪我沒有意見 你在第一輪演唱的時候 是給我們非常非常大的經驗 這一輪你表現得非常的棒 你跟兩位國際音樂人在合作 你在台上一點都不切場 也展現出了你的音色 但是稍微有一點可惜的是 可能音樂以及整個現場的氣氛有點壓住了你 你就沒有把你真正本身的最好的一面能展現出來 我覺得剛剛Hebe這個表演真的是我會單曲循環的一首歌曲 特別棒 但是我跟老遠有不同的意見是 我覺得劉玉宇她剛剛第一首是快歌 第二首是慢歌 我覺得她在動靜皆宜 在舞台上是完美的一個綜合素質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我們那個萬人演唱會上 是很需要這樣的一個歌手的 謝謝 好了 陶醬沒有勝負 但是我們要請樂助力團 對劉玉宇剛才的陶醬 請各位進行合一 劉玉宇的討教過程 你們的合一意見最終的建議是 兩位歌手都很棒 今天劉玉宇我們是抱著一個非常稀采的態度 我希望她能夠有機會走得更遠 只不過今天呢我們經過參考了現場的表現 以及現場所有觀眾的一些意見 以及我們剛才經過了很激烈的爭論以後 我們決定了最後何一個結果是 我們珍惜劉玉宇的才能 但是還是很遺憾 今天你不能再繼續挑戰下一位導師 我們也希望你能夠在18歲年齡 真的你去到美國的時候 需要更多的東西 能夠做為真正好的歌手 謝謝 謝謝 真的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我在下面簡直就 就已經完全被迷住了 然後我當時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我說 哇 真的 完美 謝謝 謝謝 小劉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你的天資啊 就是你的身線 也是我永遠到達不了的身線 那是我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把自己擁有的東西 在未來的路上繼續的發揚光大自己的特色 好 18歲的女孩耶 我18歲的時候完全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所以你真的是非常棒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一定會繼續能力 我很想在這裡特別感謝我的父母 對 因為他們給了我自由選擇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機會 這個我覺得在身邊是很難得看到的一件事 而且我馬上要出國讀書了 在這個舞台上能夠這麼開心地唱歌 也能夠這麼近距離地看到Hebe老師的演唱 真的非常地開心 這也是我很寶貴的一刻 加油 加油 我們等你回來 好 謝謝你了 謝謝 謝謝你來到現場 謝謝 謝謝 我們耶oug intensive師 請提前入座